好可爱 香格里拉的神秘是 你无法从这里带走关于它的完整记忆 其实我们已经来过很多次了 回想起来它们都隐隐绰绰十分模糊 但只要我们再次穿过这条长长的隧道 往昔的记忆就会从脑海中鲜活起来 独科宗古城意为白色的石头城 月光之城 古时传说有活佛面对山头遥望古城时 发现大龟山宛若莲花生大师盘坐于莲花之上 故此古城建筑布局行刺八瓣莲花 之后成为茶马古道的枢纽之一 如今它依旧是游客云葬之行的重要中转地 在古城的任何角度都可以看到最大的转金筒 爬上贵山公园 我仰头看向它 阳光照在金筒上格外耀眼 传说它最初是为无法阅读的人创造的经书 转一圈就算阅读了一遍 印象里这座巨大的转金筒从未停止过 身边转金的人变了 脸上挂的笑却从未变化 一圈又一圈连接信仰和文化 云云众生是我 我是云云众生 到了 今儿这家 我上去了 好 忙碌 感谢你了 谢谢 今天如意的一次来 谢谢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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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们哪个人 我觉得味道可以的话就能够 喝酒 上了蘸亮和苏油茶 我没喝过苏油茶 我真的没喝过 虽然我来过 这是我第一次喝 拜拜的 油丢丢的奇怪 不能喝我的口味 可是我太喜欢吃甜了 这个咸咸油油 就也不奇怪 先空口尝了一个肉 鸭片 我先不蘸蘸料理 它比黄牛肉吃起来口感更更久一点 好像更老一些 就吃一片下去感觉好实诚 我肚子都为咸满了 再蘸点蘸料 蘸完它没有那么力了 不过这个蘸料有点辣 如果你不能吃辣的话 你就这样一丢丢 或者是干脆就别蘸了 真的是辣的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之前的麦克风变得小小的了 之前麦克风也很好 但是它充完电子之后 一次大概能用七到八个小时 但我们两个每次在外面拍摄 几乎是十到十二个小时 所以之前那个麦克风没有办法续航 这次换的猛马 它是有充电盒的嘛 两个小麦克风可以换着用 所以我们一整天出去拍摄 甚至到第二天忘记充电了 它还能使用 当然它也有别的优点 到时候我再给你们继续讲一讲 排骨肉好香 租了一辆小摩托叫布雷斯通 我现在准备去的是纳帕海 但是我搜的是环湖路 这样的话一路上风景也特别好 如果你直接走纳帕海去的话 你会进入收费的那样的一块区域 然后骑上我的小木头出发了 香格里拉市区内 还是宽平的大路 走上环湖路 就变成了窄窄的一条 被高山环绕着 再开上一段 就看不到旁边的绿色护兰路了 都是蓝天 绿地 黄土 中间还追着点点牛马 和彩色的藏桃 哇 云彩是不是特别低 牛牛环绕我身边 他们这边的牛怎么都这么黑 是非太阳晒的吗 我们家那边的牛都很黄 哇 是不是融入本土了 像个赶牛的 哇 哇 哇 它可以摸摸 摸摸头 那个牛顶了另一个牛的屁股 小羊 小羊 我抱小羊了 它是一只新上任的小羊 今天是第一天上班 就被我抱到了 白白嫩嫩海啸香的 小羊 小羊 捏捏笑 好辛苦的小羊 不过它还挺有精神的 不过它还挺有精神的 白白嫩嫩的 还挺听话 你溜着溜着 我放开它马上就跑了 小羊 我一放下它 它就撒花了 原来它不是不活泼 它只是被禁锢了 挺开心的 抱小羊之旅结束了 小羊 它多大了 小羊 它多大了 才十天 你今天干干什么 对 新上任的 好可爱 捏着小羊 不太生 放牛娃的工作结束了 我觉得环虎路这一段 就适合你骑一个小电车 或者是小油车 然后沿着路一直走 你看到好看的景色 你就下来 抬来照 溜达溜达 再坐一会 踏着大山 享受一下自然的美景 就蛮好的 我们下一站准备去松钻林寺了 我身后就是松钻林寺了 然后它还有一个外号 叫做小布拉大公 所以就像 如果有信仰的话 当然进去炒拜是比较好 如果没有信仰的话 过来看看它的外观也不错 不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迈进思前的那一刻 我的内心是有些不安宁的 作为一名旅行者 希望能拍出许多精美的视频 有好的数据 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这些渴求让人心生迷惘 直到听到四中讲解 说了这样的一段话 要是没有信仰 可以把旅行当作信仰 这一辈子都是在朝圣 不会修行 可以把行走当成自己的修行 这一生都在修行的路上行走 仔细想来 这个世上原本没有什么本该就属于你 所以不论失去什么 稍微难过一下就好 如果遗憾是人生的缺口 很难说缺口后面 不是菩提叶的另一面 万物不为我所有 万物自有其用 和我们的体力 也不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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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体力 骑车也挺累的 耗费了很多体力 所以得吃点好吃的炒菜补一补 要吃上菜了 我还没吃过呢 去尝一下 这一天光吃什么火锅 米线什么的 要吃菜 走吧 三个鱼拉 小狗也太多了吧 我去吃饭 路上又碰到小狗了 还是小金毛 这么小 我还没见过这么小的呢 好可爱 你可真漂亮啊 生了两个漂亮的宝宝 玩了会小狗 太饿了 小狗吃奶 我也想吃饭了 然后就找到了 这家是那种葬餐 团了一个劲 去尝一下 你好 两个人 点完了 在这儿等一下菜 这个套餐还挺合适的 只要90块钱 这里面一共是有四个菜 分别是包姜豆腐 葬红花 煎蛋饼 炒食属椰菜 还有一个铁板猪肉 铁板本土 黑猪 这是包姜豆腐 煎蛋饼 葬红花 这东西不应该出现在菜里 实在是适应不了 然后猪肉有点越吃越香 这是他家 招牌的第一名 它肉很多都很大粒 在这个饭里 今天是在独克宗古城的最后一天了 早上从一个美丽的猫牛汉堡开始 这个是姐姐做的 听别人说特别好吃 但是我还没吃过呢 配一杯咖啡 我感觉我嘴张不得这么大 我嘴巴坏了 这边的猫牛汉堡 还没吃过 没吃过 再吃过 这边的猫牛汉堡 还没吃过 好好吃啊 所以我就吃到了一丢丢的肉 肉好吃 肉好吃 吃完的话 我们就要复门了 吃完的话 吃完的话 公园再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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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的登山障 然后我们已经停在能停车的地方了 现在我们就要从这条线一只徒步上去吧 哦哦终于开始了 小猪小猪小猪都不怕 我们的目标是阿布吉措 这是我第一次高山徒步 真正的顺序是先到了这里 后去的雨崩 也是这一次的体验 让我对徒步开始着迷 一开始向导和我们说 这是一条新手路线 后来看到Links也在最近来到这里 总有一种被骗了的感觉 一整段走下来还是很累的 我们到第一个休息点了 然后向导大哥我们准备了 就是粑粑 还有四个茶是咸的 我们这边吃了好一种粑粑 然后这个的话是他们手工制作的 就是很好吃 圆箱发面大饼 获得新装备 登登登登 因为我们走得慢 大叔怕我们丢了 就给了我们一个 微微微微微微 好 可以用 好 可以用 现在还有力气大 啊 不过 我也要队 咱们全部在这里堆一个大楼 我坐在一个超大木头庄上休息 拿点棍儿好像该帮忙堵 它离我好近啊 感谢小能抓到 哈喽 山谷的天气也总是阴晴不定 本地小哥告诉我们不要在山里大喊 这样神山生气会下雨就看不到山峰了 一路上听到最多的话就是前面就到了 但是走过牧场还会行进在树林中 海拔升高穿过逐渐低矮的草垫 会见到高山花园与溪流 直到目睹许多裸露的石块 才真正的距离湖水很近了 在山陆玉上 可能是天堂也是露冬 然后在山坡上有更多的温度 在山坡上收入 山坡上的山坡上 天堂的山坡上 山坡上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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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敢的人不只是阻击遍布世界 在我们的星球里有许许多多闪光的生命 是高山上坚强的野花 是逆旅而过鼓励你的人 是从上向下的溪水一路崎岖 却总将汇入江河 是温柔的酥油茶 是高大的山 就我而言这是本期视频的结尾 不过也可能是你出发的起点 做你想成为的人 加油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We had all we knew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